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大约占了全世界的三成 其中死亡人数更突破一万人大关 目前包括纽约 底特律和路易斯安那州都属于热区 还有大约一个星期才会到达疫情高峰 位于底特律市中心的会展场 已经被改建成一间野战医院 但医疗资源仍然不够 日前曾经与3M闹出不愉快的川普政府 也宣布与3M达成协议 为了三个月要提供上一片口罩 不过针对美国到底要不要进行 大规模普筛的问题 川普也跟白宫记者杠上了 由于路易斯安那州是疫情热区 因此与他接壤的德州不敢轻忽 特别在两州边境设立检查上 另外在目前病例数仅次于纽约的纽泽西州 有一名急诊室的女医师 不幸罹患了冠状肺炎 他还录制了最后遗言 根据统计 目前全美97%的民众 都收到居家避疫的指令 但全家人长时间待在家里 却也造成家暴比例急速上升 东斯新闻黄信息 中程节报导 自行人的感动 请请请请请请请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